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指出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8月以来 多次以所谓视察的名义造访其他现实 顺道替民进党参选人站台辅选 这些行程中不乏乘坐行政专机 国民党怒轰这是假走访真辅选 是行政资源滥用大师 现在民进党确实面临着非常大的选举压力 所以说他才会不断地找媒体编织一些借口 为选后的败选进行负责 蔡英文于是就放出来 如果说只要赢了台北就不算输的这个论调 完全就是在这种氛围之下所产生的 他得找一个台阶给自己下 而现在蔡英文不断地去全台进行服选 当然只不过是行李如一的 尽尽他的责任而已 但是真正的能给民进党的选情 带来多大的加分效果 我想目前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蔡英文他执政的形象 目前也是在不断地下降的 他的执政满意度 执政信任度 同步都在不断地下降当中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要去服选 肯定不会给民进党籍地方的县市场候选人 带来太多的一些正面的影响 反而可能会有些负面的影响 蔡英文去服选 现在还面临到一个问题 现在民进党 其实2024接班的问题 已经逐渐地浮出台面 在这种情况之下 蔡英文其实他党内的共主地位 是面临着不保的一种状况 这种情况 他之所以去各地进行服选 当然很显然是要继续稳固他的一个权位 但是现在民进党内其实已经出现了 比如说赖清德 郑文燦等等这些人 争相出头表现的这一种情况 所以说蔡英文去地方服选 他的欢迎程度是比赖清德好 还是比赖清德差 这都是我们值得下一阶段去观察 民进党他选举走势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所以说蔡英文去地方服选